易大哥,那我看见桌上有这么多的食材 这个是香料,丁香,香叶,还有八角 对 那我发现有一些不同的食材在螺丝粉当中不常见 那今天我们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螺丝压角包 第一步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螺丝放在这个水池 有效地把它的这个泥给吐出来 田螺与石螺各自会有怎样的风味担当呢 易大哥觅而不宣 先来用一点小米辣 通过辣椒酥的刺激让螺快速吐出泥沙 我以前小时候我外婆他们就会用那种钳子的那个后背 就是去把这个尾部剪断 对,那我们这里有剪子啊 也可以把这个屁股给剪断了 易大哥,我们现在把这个螺的尾部给它清理干净之后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焯水 焯水可能不用了 因为我是传承了一个老师傅们的一个手法嘛 把螺丝这样放入锅中 锅中什么都不加 将两种螺倒入锅中加盐生炒 在逼出其水分的同时 也有清洁杀菌的作用 看一下,这盐已经附着在上面了 感觉这像是一个雪花炉 下面一部分我们把它捞出来 备用 大的程度我们也需要操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两种螺处理好了 那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该掉汤了 对,掉汤,用这个石螺掉汤 我们是直接扔进锅里就这样掉汤了 不是,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锅里面爆炒一遍 还要再爆炒 这一次的话把它这个螺丝的香味啊 炒香 给我们那个螺丝汤啊 更加浓郁 直接放油炒吗 石螺的灵魂不能少啊 酸笋 对 酸笋是柳州人吃酸的灵魂 在做菜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炒肉菜的时候加酸笋解腻 炒青菜的时候加酸笋提味 就算只有一碗酸笋 也能吃下两碗白粥 对吧,很香吧 特别香,这些香料给它炒在一起 这个酸笋真不愧是螺汤的灵魂 就是那个香味啊,就是又酸又爽 像这样的话,把这个香料啊,酸笋啊爆香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清洗好的这个石螺进锅了 螺丝入锅翻炒 在树种香料的点化下,滋味开始慢慢酝酿 整机斩块 猪筒骨从中间斩成两段 慢火酒炖两个小时 一锅螺汤鲜辣酸爽 霸气十足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炸鸭脚了 鸭脚我们直接用油锅去炸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里这个鸭脚啊就不一样 我们这里鸭脚形容的是带皮的鸭脚 如果你去了皮的话 在我们油锅炸的时候就没有这效果了 带皮的鸭脚口感独特 是柳州吃鸭脚的一大特色 但带皮包制给鸭脚包入螺味 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鸭脚入油锅炸制 使表皮膨胀 这样做不仅色泽好看 不容易脱皮碎掉 油炸过后 内部的肉与皮产生空隙 口感与质感达到双重改变 然后立马放入清水浸泡去油腥味 这个要泡多久呢 泡一个小时 我们就要把这个油味啊给泡出去 我们这个田螺也要进行一个处理 把它用高汤继续把它煮熟去 首先我们也不想完全地把肉给淘出来 因为我们要做两种口味的 两种口味 对 两种口味 再次亮相的田螺将带来怎样的两种风味 先用鲜美的石螺吊汤 锅中释放出大量鲜味物质的同时 空气中也弥漫着飘渺的独特气味 易大哥 我们现在是把煮好的田螺已经捞出来了 对 现在可以挑螺肉了 猪肉剁馅 螺肉切丁 猪肉带来汁香 螺肉细腻又嚼劲 两种食材融合在一起 潜藏着无限可能 而螺壳 易大哥也并没有丢弃 现在是已经剁好的状态 这样 我们要加一个补助的香料 补助香料 紫酥 因为然后在这个肉馅里面 会增加它一个香味 它还有一个固然安静的地方 它跟我们的螺丝是一个伴侣 田螺壳返场 相较于石螺 田螺的壳薄而大 作为风味的容器再合适不过 螺肉与猪肉以那样的方式 与螺壳完美融合 易大哥 现在我们这个鸭脚已经泡好了 是吗 对 对 你看已经软了 是吧 我闻到了一股螺丝汤的味道 螺丝汤我们也熬好了 石螺也可以吃的 这个汤是那种酸酸的那种酸臭味 我感觉这个石螺也应该挺好吃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切好的配菜 螺丝做成一个螺丝鸭脚包了 鸭脚将会给这一锅的螺丝 带来怎样的独特口感 味道调查员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田螺率先入锅 铺满锅底 在螺丝汤中煮锅的鸭脚 整齐码放于田螺之上 田螺酿和其他一种食材一起叠加风味 螺丝汤倒入包内 最后一把仙子酥绝妙收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